王阳明2014年11月底与交往不到一年的内地女星张力分手 之后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自己目前专心在工作上 至于感情的部分就顺其自然 但是坏女友速度之快的王阳明 似乎已经习惯身边随时都要有女朋友陪伴 才刚分手就要被周刊拍到和女歌手蔡诗云一起去吃披萨 而且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她不断对蔡诗云显殷勤 不但贴心的将食物放到她的盘中 两个人吃着吃着王阳明还突然转身请了蔡诗云一下 真的是超级肉麻 而说起王阳明的这回新欢 蔡诗云前阵子才刚被传出是第三者 但王阳明否认劈腿 只说和张力是因为个性不合才分手 但其实蔡诗云严格来说并不是王阳明的新欢 他们在八年前就曾经秘密交往过 但是据了解 当年蔡诗云选择了高一祥才和王阳明分手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